其实我活得很累 只是不深处 又是一个五一 但是这一个五一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在下一个星期再有十几天吧 大概是定到五月十五号到五月二十号 那么法拍的手续就要下来了 我的这个房子被法拍了 在2019年的时候买了这套房子 当时是180万 那么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呢 先看一下小区的风景吧 已经开始开工了 因为我买的这个房子是七房 当时特别的便宜 2019年的时候呢 正好赶上房价刚刚下跌嘛 人的计划没有变化快 谁也没有想到 现在的房价能跌成这个样子 2019年的时候呢 整个现在我们这边的地段的房子 大概要三万出头 由于当时也是搞活动 买了一个一楼 当时一楼是前面有一个七十多平的花园 后面就是北面嘛 有一个三十平四十平左右的空地 也可以做一个厨师这样 经过家里的商量买了这个房子 贷款了一百二十万 然后家里边东拼西凑 再加上过去将近十五年的积蓄 还有老人的一些退休金吧 加起来付了六十多万 首付钱 现在五年过去了 这个房子一直都没有装修 那么说一说当时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啊 真的说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后悔 非常的后悔 已经几天没有睡觉 没有合眼了 就是心情特别的郁闷 感觉这几十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当时我们买了这个房子有两种想法 第一个想法觉得房子确实当时来讲非常便宜嘛 我们买完之后呢 如果房子涨价了 我们如果不住就把它卖掉 反正现在赚钱也不好赚 准备通过房子呢 赚个几十万 攒下一笔钱 另外一个目的呢 也是为了改善我们的居住吧 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比较小 还是长大了 想给他一个独立的一个过市 然后一直想把现在的房子卖掉 再添上一笔钱 把这个手覆扑上去 人算不如天算 结果我们现在这个房子 小房子一直就卖不出去 大房子又疯狂的贬值 从20年的时候房价一路狂跌 那当时也问了几家中介 给的价钱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再加上我们的房子没有装修 然后整个房子也没有房产证 所以就特别的难卖 直到今年实在是扛不住了 每个月要还六千两百多的房贷 然后我们现在的收入也能紧持 仅能够去维持生活 四千想后这半年多的时间 所以终于我就放弃了 本来计划等房子交工之后呢 把房子好好装修一下 这么多年没有装修 就是因为一直都在还房贷 每年根本就攒不下什么钱 就这样一直搁置了五年的时间 现在发拍了 大概能拍到九十多万吧 不到一百万 五年的时间赔了八十多万 大家看一看我的这个 结果多么悲惨 感觉活着很难 有的时候就有一种要被逼死的感觉 让人透不过气